各位觀眾,歡迎大家收看牛年第一集的股壇事件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上次雖然說了公賀說話,但希望牛年買甚麼升甚麼,步步高升 兩位換有些事,先跟觀眾說 各位觀眾,希望牛年行大運 牛氣沖天,我其實是牛年出生的 今年是本命年 有些說本命年,是犯太歲的 先生,你信不信這些事情? 我今年72年,過了六個本命年 我以前不知是犯太歲的 只有一年,我有個伙計 他很相信 幾大都要我去哪個寺廟 少許燒煮香 虧太歲 還可以去拿個符 給少許獻金 拿張安宅符粥 你帶了錢包嗎 不用喝出去 我說我不去 他說他必須要幫我去 拿回來,還要我袋上銀包 我為了免他糾纏 讓他看著我,然後我就沒有袋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人 如果命中早已注定,你做甚麼都沒有用 但我相信這個世界,一定是很努力的人 會有一定的成果,才合理 如果這個世界,命中有主宰 他設計一個世界出來 他的理念,都是要世人去努力有成果 這個世界才有意義 所以我不太相信這套 我自己走自己那套 應該因果有報 這樣才合理 所以我覺得 虧不虧太歲,都是事小的 一樣辛苦 暫時看來今年,我還是過得不錯 浩德,你作為投資者或投資經理,你會否相信這些東西 我其實自己都比較相信,一些有自己可控的東西 當然,風水,有一部分人很相信 有些人覺得不太科學 我自己覺得,有些能夠自己 例如施生所說 你可能因果自己,做了一些功夫 能夠自己,可以為自己找多些機會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實際 我知道很多投行都很相信 或者是外國人,都請風水佬回來 幫他擺陣 尤其是裝修辦公室,都要看風水位 讓老闆坐 甚至乎投行,應該是出賣風水的報告 是用風水去預測股市 不過我相信,有需就有求 可能客戶都相信這件事 所以,都有這個產生 所以兩位都很有理念,或者很有信念的人 怎樣看新一年的股市 上次回來,我們曾經都預測過牛年 或者是2021的股市都比較好 果然,農曆新年回來之前,已經紅盤高開了 近幾天,星期四、星期五,似乎波幅越來越大 甚至乎有些迷失了方向 升到三萬零幾百點 浩德,你怎樣看? 股市是否這段時間,會有比較明顯的調整 或者是慢下來,才會再有機會出現新的走勢? 剛剛過了農曆年,可以很快地跟大家說說 其實幾個市場發生甚麼事 第一,港股在隔期相對於A股是短的 所以,港股在農曆年,表現亦不差 外圍亦不差 當大家都以為,A股在18日,星期四開始時 可能跟隨外圍,會高開 結果,有少許反高潮 引致大家之前太高興 A股不太高開,令港股有壓力 當然,市場的藉口是認為 近期,大家都很留意國內的流動性 剛剛放假回來,大家看到國內央行 資金反而有少許收緊 令到大家有一個擔心 當然,技術上有些說法是不同的 有些市場人覺得 因為筆水來買港股 看到港股在幾天已經炒高了 所以,我們就先不買 令到大家有少許落空的感覺 不過,這也是比較短期的 大家可能看到短期的資金面 有些緊張或收緊的判斷 令到大市大少許回落 不過,整體來說 這個星期,港股衝上了30,000點樓上 去到30,000點樓上的時間 所謂回落,今日拍攝的時間,有30,000點樓上的時間 所以,都不太差 早兩星期,已經有個說法 一些之前升得急的股份 可能升得多,就會需要休息 有些被忽略的股份 反而多人關注了 我記得,浩德還提及匯豐 每個人都看不到股份 可能市B會移動 最近都移動過 未移動到你的水平 但是,來日方長 可能現在利息有機會好一點 債息是最近升了一點 銀行系統,就看息差 決定賺多少錢 如果息跌至接近零 它就很難賺錢 息上一點 我相信銀行股,有機會賺多一點的機會 浩德,你提到內地的情況,有少少收水 但我觀察到個別板法,升得很誇張 例如,跟農曆新年概念有關 例如電影股、消費股 是否有些量極化出現 或是個別板法,剛開始沒有受到大股影響 因為這段時間 1月份,大家記得內地疫情,令大家緊張 反彈了一點 所以,中央或國內,實施了一個就地過年的安排 希望大家乖乖地留在你本身工作的地方 不要趕著回鄉下過年 減少流動,令到疫情可以好好控制 即是窮運少了 沒錯 所以,不到處走 不如留在你自己平時的地方 去看電影、吃飯 所以,出到來的數字 電影票房 因為大家早上去看電影 突然變化了很多 所以,這就是一個就地過年的因素 令到相關的消費,明顯做得特別好 我見樓市,即二手樓 全國各地都有些地方,過年都有成交 因為以前內地人,過農曆年,是一個很大的節日 差不多很多事情都停頓 但近年,過年都有,當然有很大量 相對以前來說,是比較少出現的 農曆年間,都有些公司開門做生意 即是就地過年,影響樓市就有人看樓 或是交投 但師先生,交投算不算暢旺? 跟正常情況,當然不算 但跟以前的春節比,是多了 師先生,你提到內地樓市 近來我看到一個新聞 深圳開始調控一些二手樓的樓價 亦有些投資者,可能會擔心深圳和香港這麼近 會否,現在內地的文化會影響香港 將來香港都有機會調整,或調控樓價 你認為這種擔心,是否有機會出現? 我自己都在網上看到,不是我們的行家 可能是一些評論員 認為,大陸控制二手樓價 這套社會主義辦事方式,會否影響來香港 我覺得機會不大,內地控制樓價 長期以來都有 不止樓價,例如物業管理費 會控制 例如我在內地,都做物業管理 東天有供暖,有暖氣 公園的暖水,政府都控制價錢 內地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始終在行資本主義制度 不可能在香港實施價格的控制 香港其實都有一批政治積極分子 又說要租金限制 價格限制都有 我一直認為行不通 譬如現在內地有些規矩 內地以前,先是控制一艘樓 一艘樓對付幾個發展商 逐個跟他談判,都辦得好 二手市場,千百萬個小業主,都辦不到 但他當時都試過 你去登記成交的時候 你的價格超過他 認為合理的價格,你成交了都不讓你做 但實際上,如果你限定的價格 一定要別人用一個低價成交 熱主就不肯賣 你迫別人走桌底 你賣層樓,樓歸樓計 又說有傢俬,又說買名畫 賣一張名畫,就甚麼價錢都塞在畫上 一定有很多方法,去避開你 所以,我見有些網媒說 因為政府限了價格,深圳物業跌了三成 如果你相信市場經濟 政府限了價格,就影響到實際價格 將來香港人的財富,可能政府一聲令下就蒸發了 叫香港人早點賣層樓移民 這個,我覺得是不成立的 香港,我認為 在現在的情況下,政府會盡量避免行價格 即是管制的方式 如果不是,世界上的事情很容易解決 樓價貴,限樓價 租金貴,限租金 有些事情是有市場機制的 市場機制是市場參與者眾多議員的匯合 不是政府一個人可以解決 大陸行這套,有很多其他因素配合才行 但大陸行,都會有後遺症 所以,我認為香港行的機會很低 施先生,認為香港沒有行這套 我們過分擔心 內地近來的調控政策 會影響發展商或賣樓的數字? 政府限制你 現在大陸在二手市場 不只限制你登記的價錢 限制經紀上架的價錢 經紀在網上 登廣告賣什麼價錢 如果超越指導價 政府都可以擇成經紀 這個盤要撤下來 我們上次提及過 經紀的價格都被限制 有沒有實質影響近來? 影響當然有 結果,很多業主不賣 你要它便宜賣 便沒有盤 突然間,沒有盤 亦會因為長遠來說 譬如你不讓它賣 最終是令到樓宇的投資價值降低 香港的樓宇好處是 何時賣出去都可以 賣什麼價都可以 所以很多人來香港買物業 但你規定它一個價格 它不賣 亦會令到其他未買樓的人 買不買好呢? 限制我賣出的價錢 會令到整個中國的物業投資的吸引力降低 但可能政府就是要你的吸引力降低 他現在就覺得你投資投機的熱情過高 所以冷卻你 所以某種情況下,他都能起作用 但對香港是好事 多些人會願意將資金投落在自由市場中 所以國內要住房不炒 因為他們覺得住房比炒重要 但對於股市表現 雖然內地似乎比較多不同的政策 去調控樓價 但內房走勢又不是那麼差 浩德,你怎樣看這個版法 會否有機會跟傳統版法一樣 上升 我這個假期都跟一些雙屬內地內房開發商 或樓市的朋友談談 但我反而覺得情況都頗嚴峻 很多內房開發商 由於去年開始大家看到 內房不炒的決心非常大 三條紅線 現在很多內房開發商 都很努力地達標 無論買樓要買得好些 他們整盤數要做得好看一些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辛苦 政府的要求多了 你要合規付出的代價大了 但我們做代理的就是看銷售情況 銷售情況其實是好的 大部分地方都賣到 價錢也都升 正正因為銷售得好 價錢上升 才有政府的拆手 的干預 政府拆手下 發展商 當然是經營得辛苦一些 但這些是好事來的 通常政府出辣椒的時候 只是市場比較黃的時候 國內另一個特別一點 香港朋友未必了解 國內地大密博 當然 駐房不炒是全國性的政策 但始終華南大灣區 上海北京比較大的一議市城市 情況比較熱切 問題反而是健康發展 很多內房的副發商 身處的地方 其實並不是太黃 但受到住房不炒的大政策影響 賣樓也很辛苦 他們的借錢或周轉能力 都很辛苦 2月份有部份的內房債券 都出現一些違約 最近內房債券都開始跌了一點 實際上側面反映了 內房的股票也好 債券也好 都要因應所在的地區 實際上市場情況如何 有些是有多健康 但有些都比較有三、四線 或者他們本身的房地市場 不太熱切 其實他們的周轉就真是深厚 但我見很多內房股 一樣是 P很低 兩、三倍 你持續兩、三年都已經賺回九倍 很多投資者或市場上的一個比較大的擔心 因為都相信在國內,政策很主導整個投資環境 既然中央的決心這麼大,壓制住內房 大家都覺得會有些避忌 因此資金暫時,市場上升 內房是唯獨有少少坐冷板 中國經濟似乎有不同的發展 近來美股波幅大,甚至有少少超前港股 其中一個比較有投資者擔心 因為長息,似乎升得比較明顯 我知道你一向有留意著長息 10年期、30年期,甚至智息曲線的走勢 是否預視著美股有機會繼續調整 今年有幾個明顯的發生 因為全球復甦,大家看到通脹預期可以出現 所以你見到長息,主要參考10年期、30年期 我們會看得比較多的,所謂長年期的稅候向上 美國30年債息,升穿了心理關口 2厘,現在是2厘多 10年息,差不多1厘,2厘,3厘左右 最主要原因是通脹 如果你看看美國的Big Event Rate 市場參考,對於10年、30年的通脹預期 已經是大約2厘2厘,2厘3厘 都升了很多 所以,最重要的結論是 美國在去年疫情下,放了這麼多錢 令到息口,尤其長息這麼低 名義利率是很低 但實際利率,扣除通脹後 利息出現負數狀態 在過去12個月 2021年,今年回到這個多月 由於通脹開始,疫苗開始好 通脹開始高的時間 名義利率和通脹預期,都向上走 現在,我們拍攝的今日 30年的實際利率,正正由負數到正數 負數了多久? 第十二個月左右 就是去年3月份,開始疫情出現 第二季,聯儲局的資產負責表 由3萬多億,打到6、7萬億左右 之後,開始溫和上升 過去12個月,最出現的奇怪現象 雖然不像歐洲或日本 已經出現名義的負利率 但實際負利率亦出現了 這段時間,大家相信整個世界有機會正常化 實際利率,由負利率到負責責價 變回中性 趨勢,有機會繼續向上升 息口對於很多資產,都有大影響 先生,無論是樓或債券 對利息敏感度都很高 兩者,你有投資 會否擔心利息上升,對樓或債券構成負面影響? 我自己認為,利息上升 初期對投資未必有壓抑作用 利息上升初期,可能反映市場在改善 例如消費增加,經濟增長 利息才會上升 要到通脹失控 政府被迫用加息去制壓通脹 尤其到後期,被迫用超現實的高息 去壓通脹時,對投資市場 才會起負面作用 現在的利息上升,其實是伴隨著經濟復甦 都一起出現 這種現象,表示一個有利於投資的環境 在樹形成 不是政府靠高息去干預市場 去到後面那種,對投資就不好 在開始時,利息上升 我印象中,是與樓價一起上升 直至高,才有壓抑作用 我沒有看得太多 但樓市通常在利息上升,初期同步上升 我可以用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 讓觀眾明白一點 整體來說,利息上升,必定是令大部份資產有負的影響 剛才施先生說的很重要一點 利息相處上升的原因 假設是現在的情況 因為經濟復甦,會有利於很多不同資產的收入會增加 同時,利息開始升 如果資產本身都會受惠於經濟復甦 可能是一件好事 例如股票,經濟復甦,公司賺多些錢 正面的作用,不能夠抵消利率的影響 可能是隨便有精 對於部分資產,例如債券 因為債券的收入,並不會隨著經濟復甦 債券持有人,收的債息都是這麼多 所以這類資產,就有機會受到利息上升影響 所以大家在投資部署的時間 如果相信圖像是這麼發展 就應該在買任何資產前,問自己 究竟那種資產,會不會隨著經濟復甦下 能夠增加收入? 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就不需要太緊張 所以在投資前,也要調查清楚 原因是甚麼,以及投資的標的物有甚麼特質 今集時間到此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Facebook,Youtube頻道,或網站 去看資料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